為什麼這麼快 長得美又有歌 那我第一想到的是楊蜜 那趙薇呢 小頭 說出我出過的三首歌 我們一個一個問的話 你能把所有人全得罪一遍 他們題怎麼都那麼容易 我這個都可以 都可以 太快了 我要不把你代溝里去 我跟你講 我都算白認識你這麼多年 花花 你來形容一下她 大哥 你是覺得我們傻嗎 我沒有和你交流 都可以 可美可醜 你剛才都問了 傳說中 傳說中 可美可醜 三個字 那就是 趁能猜出來 我就給你嗑一個 來 傳說中這範圍多小啊 母夜叉 誰認為母夜叉美 維納斯 這麼說吧 她是介於維納斯和母夜叉之間的 這個範圍已經很好了對不對 對 對 他們生活的地方差不多 水裡 介於維納斯和母夜叉之間 對 在海裡 傳說 傳說 為歐 美人而語 對 厲害 帥光老師 只有馬東老師一頭霧水現在 你最難真正了解的一個人 好有深意啊 其實這個提醒很到位 我自己啊 我的名字啊 馬東 對呀 對呀 謝謝 謝謝 最後一輪 笙哥賈鈴和倪萍老師來 這一輪題目是最難的了 每個人呢可以問兩個問題 我覺得咱們可以猜一下 他們雙誰先能猜出來 誰最後猜出來 真的難度夠大的 那個誰 沈澄哥 加油 倪萍老師先提問吧 是大家都認識的人還是 普通人 會問 不知道 那你不能知道 大家都認識 如果不認識 猜他幹嘛呢 賈鈴 你比較誠實 他是男人女人 他是女人 您問我 我也會說他是女人 但是 就你的話就給人一種 不可信的感覺 你問吧 那我明白了 我這是個男的是個女的 可男可女 可男可女 那我這肯定不是個人了 我這是誰啊 李氏姐 你這個問題問的 真的不是個人了 你就往動物猜吧 你就 家畜還是海洋裡的 你腦子裡的動物就這兩類 天要飛的 貼近 鳥 鳥 鳥 你想想你能夠說出來的 三個字的鳥 金絲雀 鳥 鳥 鳥 金絲鳥 我頭上這個招人煩不 有人煩 有人喜歡 那不是巫桐 十個人裡有八個人喜歡 狗 有點接近了 這還有點精進 我想讓你們倆厚道點 告訴我 我頭上這個女人 又是名人 她有什麼特別特點 大家一看就能知道她 五官端正 浴官娘娘 冠衣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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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 回來一點 本來是那條道是對的 倆字 王牧娘 倆字 你要想想我們是來幹嘛的 是個女主持人嗎 感覺答案要出來了 很有名的 那董青 好 我們這組勝了 等會兒 我跟騰哥PK一下 我一定要知道是什麼鳥 什麼什麼鳥 什麼鳥 是吧 樹上停著一隻是吧 一隻什麼鳥 愛情鳥 錯了 是林伊倫 我們還見過愛情鳥 我們見過說明它存在 但是呢 還有沒有那麼常見 我這個人物 好 不要那個了 不是每天在生活裡 它就叫鳥 我這個人物 不是他倆聊他倆的 我這個人物是中外骨金的 中骨 中骨 OK 這樣啊 你們提問 馬東老師來給你們答案 好不好 馬老師來 我站你對面 你問吧 你把你知的鳥都說一遍 大活鳥 來來 您坐 來 任我了 我這麼說吧 他們都在四大名柱裡邊 唐僧 同一部名柱裡 等會兒 這個人物 四大名柱收到 收到 賈亮你過來我問你 你現在火不火 火鳥 仨字裡你都對了 倆字了 大火鳥 雖然我跟你說這裡沒有形容詞 大火鳥 火 你火 火烈鳥 哎呀 我估計沈騰這邊再有十個答案 怎麼也出來了 我是兩個字吧 三字 孫悟空 離這孫悟空特別近 周八戒 這個人物的職務 二十哥 那是出號 職務 王科長 王科長 不是 他的工作 他上了錢之後 給他的第一份大工作 這是最大的 給憋死了 孫悟空以前幹嗎的 就是 以前是孫猴子 他在大鬧清空 大鬧之前是因為什麼被 別人一說他叫什麼他就急眼 那個妖怪 不是 不是 腰猴 不是 破猴 你這個破猴 就是那個單位 那個大單位的人 一說他什麼職位 然後就 一馬問 終於退流 我跟你講這不賴你 這題目出得太 太刁 說實話有點難 這輪最終獲勝的是王牌家族 好 這關呢叫做流光幻境 我們要考驗一下大家的仙術 所謂仙術 就是請大家在我們這塊巨大的綠幕面前 感受一下和這個仙境的結合 五毛錢 我們大概花了有七毛多 太豬 太豬 太便宜了也 三位評審 仔細觀看 你們將在所有表演結束以後 共同給出一張支持卡 我們來看一看 你們將面臨的第一個挑戰的片段 是什麼 請看 蛇身要出來了 我的天哪 以前的特效 以前的特效 直接睡覺 挑戰這個片段的是 賈鈴和楊迪 我那個好難 大家現場感受一下 就是摳畫面是怎麼摳出來的 直接地看到了 這摳得還可以 來 三 二 表演開始 天哪 我 我的腿 我這是怎麼了 天哪 難道 我的尾巴要出來了 這 這 這可怎麼辦 這 這怎麼辦 這可怎麼辦呢 好難受 快 快出來出來 天哪 這是什麼忙 琳兒 我來了 琳兒 我回來了 琳兒 善嬌哥哥 你怎麼了 我生病了 什麼病啊 蛇盤瘡 蛇 說說你今天找我來幹什麼 是這樣子 我也不知道給你爸送點什麼東西 所以我給你爸帶了一壺這個 泡酒 你看看 對 你爸呢 泡酒呢 你說老爺子還挺忙的 對了 不僅有這個蛇泡酒啊 我還給你準備了一個蛇油的護手霜 你聞